上一次迪丽热巴在金英奖击败一众实力派女星荣获市后 也让迪丽热巴陷入了水后的质疑 不仅迪丽热巴本人遭受了质疑 金英奖自此以后也被称为水奖 主要还是要看湖南卫视想捧谁 迪丽热巴的人气也一直高居不下 似乎从未因为外界的质疑而受到任何影响 近日迪丽热巴又获奖了 还是国外的奖 迪丽热巴此次荣获了印度第八届国际最佳女演员提名 娱乐圈很多演员在国内或者国际的颁奖里上获不了什么奖 但是却能在各个国家的各种奖项上获得很多奖 也因此备受质疑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迪丽热巴获奖的事件 却没有对印度第八届国际ICONICAWARD做任何介绍 印度第八届国际ICONICAWARD只是给演员一个宣传的窗口 看来这个奖项并没有多少含金量 迪丽热巴此次获得最佳女演员提名也就不奇怪了 这次获奖并不代表迪丽热巴的作品非常优秀 也不代表迪丽热巴本人演技非常好 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迪丽热巴的资源非常好 团队的资源接洽能力也非常强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